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雷志華 現在距離中國北京冬季奧運已經不足60天 至於中美雙方,在這件事上又再出現一次外交輿論戰 其實大家都應該看到,無論國際有什麼事務 中美雙方往往都在這些國際事務方面出現了很多爭拗 出現了很多政治風波,任何事件都牽涉到政治層面 所以中國冬季奧運現在扯上政治層面,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當拜登和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像通話之後 第二天,西方媒體已經報導了 就說美國政府有意在外交層面杯葛今次中國冬季奧運 好了,這個消息現在終於得到證實 今天美國白宮宣佈說他們將會不派任何官員出席明年北京冬季奧運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他就解釋為何今次他不派代表參加中國冬季奧運 他們認為中國在人權狀況方面直到今天來說都未得到改善 中國在新疆持續作出種族滅絕行為 以及作出其他侵犯人權行為 所以美國決定不會派任何官員出席今次中國冬季奧運 但他們又表示,如果懲罰運動員是不正確的做法的 同時他亦表示美國政府絕對支持運動員參加中國冬季奧運 好了,大家聽了這番說話之後 會不會覺得美國政府或白宮發言人現在所說的是自相矛盾呢? 一方面,他就想杯葛今次中國所舉辦的冬季奧運 但另一方面,他又支持那些運動員參加比賽 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其實一句說話就說到尾 他們就想在今次中國舉辦的冬季奧運之中 他們是希望能夠撈到一些政治游泳 大家應該明白到,美國政府現在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因為他一方面是很希望得到中國方面的合作 去替他們解決很多,無論經濟上、貿易上 又或者部分國際問題 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跟中國保持一個對抗的狀態 因為他們這樣的對華政策才可以得到美國選民的認同 他們才不會流失那些反華的票源 他又不想這方面的票源一面倒傾向於特朗普 因為很快就會到美國的中期選舉 如果美國境內的反華的票源全部都流向特朗普那邊 相信拜登在中期選舉之中將會落敗 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尋求和中國的合作 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繼續擺出強硬的反華姿態 這樣才可以左右逢源 這樣才可以化解到他們目前執政方面出現的種種困難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中國冬季奧運會主辦機構 直到現在都還未對任何國家發出邀請涵 換言之,美國是否受邀之列 到現在都還未清楚 較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經表示過了 現在我們國家還未決定是否邀請美國參加 但美國已經是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將會邀請他參加 同時,他們也作出了拒絕 這些做法似乎有些監人乃後 為何美國要搶集地表態呢? 我估計原因有幾點 首先第一點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假如有些人可能想舉辦婚禮 或者舉辦任何那些慶典 可能大家都會想 這個主人家會不會邀請自己呢? 假如中國今次冬季奧運 並沒有邀請美國出席的時候 美國想借冬季奧運 大做文章 將他扯上政治層面 這個做法就會落空 因為到時中國真的沒有邀請他出席 他就不可以大無私樣地表態 就說自己不願意參加中國今次的冬季奧運會 他就不可以整件事告訴他的選民 告訴美國人民 現在美國政府、拜登政府 都是對華的政策 一如既往並沒有改變 第二,我也相信 美國政府也很擔心中國有機會不邀請美國出席今次的冬季奧運會 因為美國現在搞了一個民主峰會 並沒有邀請中國參與之後 我相信 他們都很擔心 中國就不會邀請他們 參加今次中國的冬季奧運會 任何的儀式 好了,當然中國真的不邀請他參加 但是就邀請了其他國家參加 尤其是邀請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參加 我相信 這個做法就令到美國很沒面子 甚至他們可能認為 中國是想值得一個機會落他們的面子 就說他們現在連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 所以 與其等到中國決定了 要不邀請美國參與今次冬季奧運會的任何儀式前 倒不如他們先發制人 首先說明自己是不想參加的 就算你要不邀請我也不參加 這樣來說 對美國政客相信是一件相當有體面的事 好了,對於美國今次 就中國北京冬季奧運會 作出這樣的政治表態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這樣作出回應 他就表示 他說 美國政客在未受到邀請的情況之下 不斷炒作所謂的外交抵制 中國北京冬季奧運會 完全是自作多情 嘩眾取寵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 還有志立堅亦這樣表示 他說 中國北京冬季奧運會的主角是運動員 就不是個別政客 好了 中美雙方 就這次冬季奧運會 已經展開了一場輿論戰 至於其他國家 當然 美國開聲說會以外交抵制中國冬季奧運會 當然 他那些所謂盟友 即是一路跟著他的小流落 也要紛紛作出表態 澳洲就率先搶集 澳洲總理約翰遜表示 他們將會考慮 會不會出席中國冬季奧運會 換言之 他們暫時 還未作出最後決定 不過 他們亦需要就這件事開聲 以是 對美國現在作出這樣的決定 作為 聲援 至於兩西蘭 亦同樣作出聲明 他們表示 不會派出部長級代表 去冬季奧運會 副總理 羅伯迅 表示 不派部長級代表 出席 包括了一系列的原因 是否有所謂的 主要是和疫情有關 他強調 和美國現在所作出的決定 並無關係 但是 紐西蘭 在現在這個時候 不遲不早 作出這樣的表態 和他同樣來說 是不派部長級 出席今次的冬季奧運 雖然他這樣說 他說與美國無關 但是 與人的感覺 是此地無銀 根本 他亦是 藉此向美國 表示他們的忠誠 可以說 是美國的忠誠廢物之一 好了 沒有了西方國家 出席中國 舉辦的冬季奧運 中國的冬季奧運 是否會變得失色 絕對不會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國家 口頭上雖然不派部長級的官員出席冬季奧運 但是 他們所有的運動員 都有參賽 以及 大家看看 東京所搞的 這個是奧運會 同樣來說 亦有很多國家的元首 並沒有出席 但是 東京奧運會 同樣來說 都舉辦得相當成功 好了 說了 中國冬季奧運會 那些是外交的風波之後 跟著 我想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中國最近 在民主 這個名詞上 和西方國家 可以說 是針鋒相對 寸土不讓 美國搞民主峰會 他就表明 不會邀請中國參與 原因是 中國 民主和人權 都是 和西方國家 有很大的落差 美國就想藉著民主峰會 繼續肆意批評 中國的人權 和民主的狀況 好了 中國 今時又不同 往日 過去來說 就任你美國說 但是現在 大家看到 雙方是針鋒相對 我們國家 在這方面來說 是寸土不讓 所以最近 中國國務院 發出了 中國的民主 這份報告 揚揚揚 素曼然 給國際社會 知道 中國 民主發展的道路 亦列出 中國民主的發展 和西方國家 是不相同的 同時 亦批評 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所說的民主 根本就是 偽民主 好了 有關這方面 內容 洋洋素曼延 我在這段短片 不會和大家 詳細研究 討論 但是 未來 我將會 另外拍一些短片 和大家深入討論 究竟 什麼是民主 這個話題 好了 今天我想討論一下 為什麼 現在大陸政府 對美國所說的民主 是要寸土不讓 是要針鋒相對 以及 對民主這個字 要作 新的解釋 原因 我相信 就是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現在 這一套 社會的管理制度 和西方那套政治體系 是完全不相同的 但是 在今次疫情期間 中國無論在疫情的控制 還是在社會的發展方面 似乎遠遠都是比 西方這套民主體制 好了很多 以及 近年來講 中國可以說 進步神速 這一點也看到 我們現在所推行的 我們國家那套 所謂民主的體制 可以說是成之有效 比西方那套體制 更加優越 所以 現在大陸政府 亦是 不怕將 雙方兩種 不同的政治體制 大家互相作出比較 讓大家看看 現在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 誰憂誰劣 第二點 我相信 現在 中央政府 亦是希望 藉著目前 這樣的形勢之下 建立自己的那套 民主價值觀 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其實 中國都有他們自己的民主制度 我們國家的民主 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這句說話 不是今天才說 其實 我很久很久之前 都聽過這句說話 現在中國所行的 就是 全過程 人民民主 我相信 現在大陸政府 是希望 將這一套 民主的價值觀 一直廣傳開去 就不讓 美國 將民主 這個詞語 私有化 是不讓 民主這個詞語 被美國 據為己有 我相信 在未來 民主這個字 將會引起 國際間 激烈的討論 究竟 美國所說的那套民主 是否真的 放諸四海皆準 未來來 將會成為 國際輿論家 的一大話題 多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